好,聖Sir,我想請客,我經常都聽到,有些人就說,設計就是,不要在那個二黑五黃的位置呢,外面是動土的,很害怕的,這個東西是動了它,但是你都知道,動土的東西,我們控制不了的,是吧,那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叫做減輕一下呢,真是,OK,那如果來講,你見到,譬如明年的東南變, 北面,或者是一個叫做北面,都是有一顆叫病星,東南變就五黃,北面就是二黑,那這個位置,譬如見到人家搭了棚,或者外場維修,甚至門可能鑿地,那就一定要用麒麟去化解,而麒麟就是要看一下你,譬如搭棚,它是一些很高的,或者對面是落了防沙網,那你就要用一些叫做飛天麒麟, 但是如果地上是反過來,作地動土那種,你就不要用飛天麒麟,你用回母翼那種麒麟就可以了,而你用的物料來講,最好都是用回流利,會比較好一點,因為流利在五行上來講,它東南西北都適合用的,嗯, 那麒麟真的很難看,